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作为一部动画来讲的话 它一定跟游戏有一些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 比方说我们的游戏是以一章节一章节 去逐渐的推出并且呈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作为动画来讲的话 可能在整个的剧情的安排上 就会变得视角更多样 节奏也会变得更加更加的紧密 可能对于剧情来说的话 会更快速的帮助你了解到 《链鱼制作人》整个的世界观和剧情 那么我相信不管作为你来讲 是一部动画的爱好者 还是一部游戏的玩家 你一定会从我们的动画当中 发现一些新的细节 并且也可以更加的帮助你 喜爱《链鱼制作人》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觉得《链鱼制作人》 我配的这个角色李泽言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 我也是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都说过的 他的EVOL的技能就是时间控制 真的是不仅可以用来拯救世界 而且还可以用来谈恋爱 你说这么好的技能 天哪能不能给我也整一个呗 我们都知道在动画当中 表达故事的剧情的视角会更多样 那么也会相应地埋下更多的伏笔在 所以无论如何 不管是身处在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就像他说的那样 无论在哪一个时空 他注定会被你吸引 不是你们不就是喜欢被李泽言怼吗 喜欢吗 会吗 真的喜欢吗 我们都知道李泽言是一个非常体验的人 他在动画当中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又配了很多剧笨蛋 不过 你们都知道 其实李泽言每一剧笨蛋 都不是在骂你 而是 嗯 后半句请李夫人们打在公屏上吧 想跟各位制作人说 希望你能够陪伴李泽言一直走下去 无论你在动画当中看到李泽言做了什么 都不要大惊小怪 安心地做他的笨蛋就好 中文人们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